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面临 导果为因 很多人在学八字的时候 他总是会说 我之前在这一个字的时候 发生了很好的情况 所以这个字在出现的时候 我应该也会很好 或者是说我之前碰到什么事 我很糟糕 所以这个我在碰到的话 我可能就会很糟糕 很多人都有这一种情况 这个叫做导果为因 可是实际上不见得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八字的一个组合 他是本命 加大运 加流年 这个字他是固定的 这个字他也是固定的 这个来讲 当下一次轮到他的时候 各位大运已经转变了 当大运已经转变的时候 他的五行排列组合就会不一样 那五行排列组合不一样的情况下 五行派的一个观念是 透过五行流通 找出五行的增减状况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各位 三个因素当中 两个固定 一个不固定 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认为同样的字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吗 当然不见得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以前这个字就很好 为什么在碰到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答案是五行流通 已经改变了 所以不要再犯这一种的错误 以免自己会去害到你自己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